北京时间10月25日,刚刚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大战中,猛龙最终战胜森林郎好选我连胜,战绩我去联盟第一。 全场比赛,猛龙老大科怀伦娜的出战35分钟,23投15中黄凯35分5把二助攻三抢断二盖帽,完美统治了攻防两端。 自从加入猛龙后,伦娜的彻底展现了她在进攻和防守端的统治力,虽然几乎一个赛季都没有打球,但从她的身上根本看不出来,她有生锈的迹象。 前几场伦娜的场却25.7分,不过关键时刻她毫不手软,今天的比赛也是一样,小卡莫接应来爆发,比赛最后5分钟,她单人砍下10分,包括两发终结比赛。 不仅如此,她还帮杀了巴特勒,巴特勒更多的时候,只能在她下场后才能拿分,全场小卡加格林的封线防守让森林郎根本顶不住。 湯斯最终拾起头5中,错位单挑几乎一个都没有打成,可以说,光看猛龙新赛季展现出来的实力,他们才是那个真正有机会挑战勇士的球队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